院子里,两个孩子打雪仗,后来加入的牛蛋,三个人就打得更加激烈了。 这边的乔兰花不可置信地瞪大嘴巴,用力地挖了我耳朵,想确定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 我的好二姑啊,有什么不敢相信的,就是您为我出头这件事,我已经感激不尽了。 您相对于增势,才像我母亲一般,这件事如果没有意义,就这么定了。 这里,去厨房把腊肉拿一串过来,薰肠也来几家,再有就是,今天早上做的二两野鸡,把两只给姑奶奶拿过来。 乔兰花张大了嘴,看着这么装得满满一篮子的吃食放在自己手里,又手颠了颠, 怎么说,又十几二十斤了吧,特别是那深红色,还有扑面而来的香味,比她以前吃过的所有东西都要香。 最后啊,也不知道怎么回家的,家里孩子看到一篮子好吃的,要不是自家奶奶拦着,估计又要打起来。 哎哟,你们咋带了这么多东西过来呀? 哎,你娘家侄女的日子不比咱们家的好,你这一次两次的把东西往回带,哎哟,你多少呀,是没有点长辈的样子。 乔家二姑这个婆婆也是个好的,加上乔兰花,无论是生孩子还是做事都是顶尖,两个人的关系就跟母女一样十分亲近。 啊,哦,对啊,我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回来? 啊,回过神的乔兰花这时候,才看到满桌子的肉菜,用力地拍着自己额头,直说啊,自己真是傻了吧。 对了,娘,咱俩要发财了。 锦丫头说让我们出钱入股她的生意,她带着我们一起干。 娘啊,我的好娘啊,咱俩要发财了。